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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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6月13日 港股就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跌幅 跌到下去 但是二万一水平左右的时子中 又要看看 是否真正是守不到呢 我估计这个位置 今天应该可以守得到 接着明天又会弹些少 但是弹完之后又如何呢 接着到星期三四 人们就会炒一下联邦处备局 要加息这一件事 加就加硬了 倒它究竟是加0.5 因为0.75 但是这个心态的转变 在上星期五的时中 市场又不是这么看的 不太赢了 不太赢了 你更好 有没有想着 吗 千万千万再加上产信